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里斯本餐厅对游客实施的双重价格制度 这不仅让人感到震惊 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旅游公平性的大辩论 根据报道,里斯本的餐厅对当地使客和游客 采取了不同的价格策略 游客们在菜单上看到的价格 往往高于当地人的秘密价格 这种行为遭到了业内专家的谴责 并被指控为完全非法 随着旅游业的复苏 葡萄牙的居民对过度旅游表达了不满 甚至发起了运动 以减少其对生活的负面影响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 旅游地点的居民和游客之间的关系 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另一个话题 青少年独自旅行的讨论 随着父母对孩子独自出行的看法出现分歧 这是否是培养独立性还是糟糕的育儿 专家们认为 这取决于孩子的成熟度和父母的信任程度 这一话题引发了对现代育儿方式和风险管理的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里斯本的壮丽景之中 餐厅对游客实施双重价格制度的消息 正引起广泛关注 根据葡萄牙周报Expresso的报道 里斯本的多余菜单上显示的价格 对游客来说较高 而当地人则享有秘密的较低价格 这些较低价格通常通过口头传达 低声耳语或在不显眼甚至隐蔽的地方标示出来 然而这种根据国籍收取不同价格的做法 是完全非法的 葡萄牙的Aurisp酒店夜协会强调 所有餐厅菜品的价格 必须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 并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展示出来 这一揭露正值葡萄牙和西班牙一些地区 对大规模旅游影响进行反击之际 里斯本居民近日发起了运动 要求减少过度旅游的负面影响 包括禁止通常由观光客使用的三轮都督车出租车 此外 一个倡导可负担住房的团体 在里斯本提交了一份有9000个签名的请愿书 要求终止短期Airbnb式的旅游住宿 里斯本在2023年接待了650万外国游客 而人口仅有57万 旅游压力可见一斑 根据住房数据专家Confidential Immobiliario 自2015年以来 里斯本的租金上涨了94% 房价则上涨了186% 同时 西班牙最受游客欢迎的城市巴塞罗那 计划在2028年前 终止目前允许的1万个合法短期出租公寓的许可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 里斯本市议会上个月同意将首都的过夜游客税 从每晚2欧元增加到4欧元 该措施将于下周日生效 这一系列措施反映了城市试图平衡旅游收入 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努力 葡萄牙去年接待了2650万外国游客 比前一年增长了19.2% 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了7.7%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 显示出旅游业对葡萄牙经济的重要性 但也凸显了旅游业带来的挑战 另一方面 读者们对英国最有趣的道路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些道路不仅风景优美 还蕴含丰富的历史和迷人的故事 比如 内赫布里底群岛拉塞岛上的卡洛姆路 Kellum's Road 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 这条道路由当地居民卡洛姆 麦克劳德 Kellum McLeod 一手建造 耗时10年 主要使用铲子 锄头和手推车 于1974年完成 这条道路不仅驾驶起来非常愉快 还有一些独特的路标 让人印象深刻 西北伦敦的爱比路 Abbey Road 因劈头是乐队的专辑封面而闻名 成为游客们争相拍照的热门景点 大北路 The Great North Road 连接伦敦和爱丁堡 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道之一 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的发生 苏格兰西北部的牛爱口 Bilak Naba 以其陡峭的坡道和急弯而闻名 吸引了许多自行车爱好者 这条道路 穿越荒凉的沼地 最终到达阿普尔克罗斯村 村里有一家提供美味海鲜的酒吧 返回的路程更加壮观 可以看到基霄恩湖和普洛克顿的美景 林肯郡和诺丁汉郡边界的汤姆 奥特像 Tom Otters Lane 因最后一位在林肯郡被绞死的人 汤姆 奥特而得名 这个故事在19世纪引起了轰动 A303公路 则经过著名的巨石镇 沿着一些古老的道路 如福斯路Foss Way 经过著名的铁器时代堡垒 如哈姆山和卡德伯里城堡 苏格兰东北部的考克桥 到托明托尔的道路 风景如画 但驾驶时需要特别小心 哈德诺特爱口 Carnock Test 拥有罗马堡垒 陡峭的坡度和令人惊叹的景色 埃尔郡的电力斜坡 Electric Bray 因其光学错觉而闻名 驾驶者在高速转弯时 突然发现一辆车在倒退 这种恐惧感让这条道路更加有趣 从哈登墙到赫里奥特的路线 和蛇行爱口 Snake Pass 同样充满魅力 蛇行爱口 是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之间的 最直接连接 穿越荒野 夜间和黄昏时可以看到许多野生动物 如鹿 猫头鹰和野兔 乌拉普尔到德内斯的道路 展示了地球地壳的运动 让人们了解地质学的奥秘 在这些道路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历史 冒险和自然的交织 每一条道路都展示着其独特的魅力 吸引着历史爱好者和冒险家们前来探索 在另一个角落 有关让青少年独自旅行的讨论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但格雷格森的两个儿子分别是18岁和15岁 当他们提出要进行第一次没有大人陪伴的旅行时 这位49岁的教师感到非常担心 尽管这次旅行只是去伦敦市中心的一个滑板公园 但这让他对未来的国外旅行充满焦虑 克尔斯蒂·奥尔索普则认为 这样的旅行可以塑造青少年的性格 他允许15岁的儿子和朋友一起进行欧洲火车旅行 并坚信这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奥尔索普形容肯辛顿和切尔西皇家自治室 对此事的干预是奥威尔式的和绝对令人震惊的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 决定核实让孩子进行第一次没有大人陪伴的假期 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心理学家安娜·马瑟认为 这完全取决于个别孩子和父母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父母应该考虑孩子的友谊圈 旅行地点和孩子的性格与生活经历 在这样的讨论中 不同的父母有着不同的观点 来自布莱顿的私人教练凯特·罗哈姆 让他的大儿子在15岁时和朋友一起去扭机 并认为这完全取决于个人极其成熟度 和他们要去的地方 他强调使用Snapchat和Life360等应用程序来保持联系 并给孩子们必要的建议和规则 然而并不是所有父母都持这种开放的态度 来自汉普郡的哈利特·莫莉 选择在他16岁的女儿和朋友去威尔式的房子时 依靠熟人来办监视他们 他强调信任和建立规则的重要性 以确保孩子们能够安全地享受他们的旅行 总之 无论是李斯本的餐厅双重价格制度 英国有趣的道路 还是青少年独自旅行的讨论 都展示了不同社会问题下的多样观点 这些故事和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角度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李斯本 餐厅对游客实施双重价格制度的现象 引起了广泛关注 根据TaleEgraph的报道 这些餐厅对游客收取的价格高于当地时刻 通过多种语言的菜单显示游客价格 而当地人则可以通过口头传达或隐蔽标示等方式 获得较低的价格 这种做法被葡萄牙周报Expresso揭露 并引发了法律和伦理方面的讨论 行业专家指出 根据国籍收取不同的食物价格是完全非法的 葡萄牙的Iris酒店业协会表示 并不知晓餐厅对游客有歧视性价格 并强调菜品的价格必须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 并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展示出来 这一问题的揭露 正值葡萄牙和邻国西班牙 对大规模旅游影响进行反击之际 里斯本的居民最近发起了减少过度旅游负面影响的运动 包括禁止通常由观光客使用的三轮都都车出租车 一个倡导可负担住房的团体 在里斯本提交了一份有9000个签名的请愿书 要求终止短期Airbnb式的旅游住宿 这些行动反映了当地居民对游客涌入后 生活质量下降和房价上涨的担忧 根据住房数据专家 Confidential Immobilierio的数据 自2015年以来 里斯本的租金上涨了94% 房价在同一时期上涨了186% 这些数据显示了房价和租金的急剧上升 使得当地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扰 此外 里斯本市议会最近同意将首都的过夜游客税 从每晚2欧元增加到4欧元 该措施将于下周日生效 这一措施旨在进一步控制游客数量 减轻当地基础设施的压力 葡萄牙去年接待了2650万外国游客 比前一年增长了19.2% 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了7.7% 这些数据显示 葡萄牙的旅游业正在迅速恢复和增长 这既带来了经济利益 也带来了社会和环境压力 总体而言 里斯本对游客实施双重价格制度的问题 揭示了旅游业繁荣背后的复杂性 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之间的平衡 透明和公平的价格政策 以及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维护 都是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